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這一次的獎題 就是來講這個西大的這個石頭巾 其實我常常就在學校裡面這樣走來走去 有時候不小心聽到那個同學們會講話 或是鄉民啊 就講說啊我們等一下 我已經騎到這個石頭這一邊了 或者是說我已經在這邊了 這個石頭大石頭 然後我們在這邊聚會 那可是其實這個石頭 它有一個比較專業的名稱 就叫做那個孔穴 就是它這個石頭背後有一個就有在寫它這個孔穴藥子 磕石就是磕在這邊 然後其實這個磕石很有名 因為你只要拜一下那個孤狗大神 孤狗大神去打一下孔穴 馬上就會出現這個石頭 而且它是好像是幾年前那個 中國時報 它有一個有一個活動叫做什麼 正妹 正妹游校園喔 然後在我們學校就是特別去介紹這個石頭 我就想說 到底是那個正妹沾這個石頭的光 還是石頭 石頭沾了這個正妹的光 其實這裡面有很多事情可以講 這個石頭其實它是在2001年的時候 就移在這一邊 那為什麼會立這個石頭是這樣子 就是那時候中文系的系主任叫陳青中教授 那陳青中教授現在也是那個藝術中心的主任 然後那時候他剛上任這個中文系主任的時候呢 就決定就是說我們來寫一點什麼東西 就掛在我們的系上 那可以師生之間就比較有共同的信念 他就特別就挑了學而篇 就是這四句話就是 治瑜道 治瑜德 治瑜人 努力 然後他這時候請了四位 四位很有名的書法家 就是分別就是這個 大家可能會看不清楚 因為他這個石頭這邊會有一個咒哲 就是陳其全 陳其全教授 然後就是治瑜道是陳其全教授的 然後治瑜德就是這個 汪中老師先的 然後治瑜人就是陸中浩老師先的 然後這個魷魚衣就是陳其之 那這個石頭其實當初就是 只是一個書畫啦 所以現在這個書畫大家可以在哪邊可以看到呢 就是大家其實等一下有空的話 可以去那個行政大樓 他現在還掛在那邊 我早上還怕他不見 特別去考察一下他還在那邊 你可以去看 然後後來這個書法就是 因為都是大師 現在這幾位書法家都是大師 然後那時候的 藝術中心的主任還有那時候的校長 就說那我們不如我們就來把它做一個柯石 就放到這一邊 然後這個柯石其實花了不少錢 那時候請了一個設計師叫做林白 然後這顆石頭我們知道是從哪裡來的嗎 特別從那個花蓮 花蓮就這樣做火車 做不到幾天幾夜 所以終於到了這個中型大學 那這個石頭其實是很堅硬的喔 很堅硬的 它是紋石 所以那時候那個做這個的那個工程師 他就覺得說不划算 為什麼 因為別人做一個 他就是那個工 他可能要花三倍 聽說在鑽這個便 就是在鑽這些磕痕的時候 很多的那個都被磕壞了這樣子 就是都壞掉 後來就立在這一點 可是其實我們想想看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要把 在石頭上磕個字然後放在這邊 這件事情其實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去想 怎麼說呢 其實我們人與石頭之間的關係其實是 就很有趣 怎麼說呢 因為你如果就文學作品上 你會發現很多石頭是成為主角的 比如說大家比較熟悉的紅樓夢 紅樓夢有沒有 他說那個賈寶玉 一開始就是 就是天空就破了一個洞 有沒有 然後女蛙就把它來練死 然後最後剩了一顆 他就很可憐就把它丟到這邊 然後後來就轉換成賈寶玉 另外一個就是孫悟空 他就是一個石頭 然後 可是其實就 就那個人類的文明史的發展上 我們就先不只講文學 人類的文明史發展其實也很有趣 就是像我們的文明的開展 一開始都是石器時代有沒有 就是用那個石頭來當那個器具 所以你跑去那個大鷹 大鷹那個博物館 它就會有那種石斧 就是手拿起來的石斧就可以敲 而且今天這個 這個石頭其實也不一定是那種 比較現實利益上的 比如說它也有屬於精神上面 我們今天就是把一個石頭 把一個石頭呢 就怎麼樣呢 拿來克制 它的功能是什麼 就是承載一個文字 一個文字 然後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們為什麼要花那麼多功夫 在石頭上面刻一個字 放在這邊 其實我有時候會想到就是 那個 有一首很有名的詩 很有名的詩 就是那個 陳子昂 它有一首大家應該都很熟悉叫做 登幽州台的歌 它就說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幽幽 獨創然而替下 就是講說有一個詩人 他登幽州台 就是一個比較高的地方 然後他回望那個風景的前後 發現自己是很古蹟的 今天我們在一個石頭上面 留下一個文字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就是 我們現在的人很可切的 跟來者說一句話 那或者是說 甚至是在天地之間 我們要跟這個天地 做一次永活的對話 所以我們就把它 就是做了一個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石頭 它我們特別為什麼 在選科的時候 或是在選寫的時候 要選學而篇 就是這四句話 就是從那個 孔子的那個文語 學而篇 他主持了這四句話 我們就來說文解釋一下 就是 應該講那個 自與道 自這個自呢 它本身就是意 就是那個意念的意思 就是說 我們人都會有一個意念 可是這個意念 如果很集中的話 就變成是自 然後我們說自與道 就是我們自向 我們常常會講自向有沒有 就是說 有一個人呢 他有自向與道的話 他就會怎麼樣 孔子就說 那就是說 我們說我們的自向是什麼 通常就有一種 空間形狀的觀念 就是說我們要前往道這個地方 或者說我們要成為得道之人 那可能都需要很多的儀棒 那孔子就說 需要聚於德 聚這個字其實很有趣 他第一個意涵 比如說我們講盤聚 就是說我們可能聚首在一個地方 很像是一個羹一樣 可是他第二個意思就是說 一套的意思 就比如說我們去爬山的時候 有時候大家會拿那個手杖 有沒有 會拿著那個手杖 所以他孔子就說 如果你想要自向於道的話 你應該依靠德這個東西 就是人是有德的 然後再來就是依於人 就是說 依跟依這個字其實是類似的 就是也是講依靠 但是他有一個比較 比較舒緩的一種感覺 他說依於人 所以你 他其實這幾種字都有一個 大部分都是楷書 然後再加一點形態 但是這個字呢 他特別是用這個 甲骨文來寫 這個字其實很有趣 這個字就是 異於人的人 就是我們講那個人 那這個當然是指一個人 人的樣子 可是這兩個符號是什麼 大家可以猜一下嗎 猜一下其實 很有數學概念 你知道嗎 這個符號就是等於的意思 就是說我們不是說 加減乘除嗎 這個符號就是等 那為什麼 這個字會變成人 這個意思 他其實就跟那個孔子 他要跟我們講的那個道理 就是講說 所謂人者之心就是 人人都是等同的 其實有一種 有一種 大家都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孔子會講說 幾欲 就是幾欲利而利人 幾欲達而達人 或是說 幾所不欲 勿施於人 就是強調就是說 我們要人人本同 要有一個同理型 然後最後就是講這個 猶如意 猶如意 這個意這個字呢 其實就是強調就是說 雖然你有 你有 你有 你有人 可是其實人也有一種神美性 就是 強調 藝術士就是說 我們猶猶於這個 藝術的這個領域當中 那這個就是孔子在跟我們講說 我們一個人 一個全人 應該是要什麼樣的 一個樣態 其實他 他其實 今天我們 費了那麼大功夫 把這個石頭 立在這邊 其實 就可以把很多的 我們想要跟 我們的學生 或者說我們 學校老師 或者說 你們都可以 留下這句 非常用心的 一句話 其實這種 這種立碑的方式 齁 在中國古代的 繪畫當中 就也會非常出現 因為 其實大家看 雖然他叫柯石 可是他也非常類似於 叫做 石碑這種東西 那其實在送畫裡面 我今天特別 就把他這個 畫就是 大家可以靠過來看一下 在送畫裡面 我們都會發現 我們常常講 山水畫 山水畫對不對 那像這個 就是很有名的 這個 西山 西嶼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 這個都是 這個也是 早春 然後你就會發現 他這個繪畫的結構 有沒有 在這個 這四 這一個空間當中 有一個巨大的石頭 而且就是 西山 然後 另外一個 早春圖 他在畫的是 春天 剛來的時候 那 山上的那個雪 他慢慢的融化 可是你要注意一下 構成 他也是在這一邊 有沒有 這個概念就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 那個什麼 那個 鍾爐鼎 鍾爐 鍾爐鼎 意思就是說 在畫當中 我們淺純的 也做了一個碑 比如說 在看畫的人 他看這幅畫的時候 他也會注意到 這一個 某一種 被引譽為石碑的 這個山 他本身要傳達給我們 什麼樣的訊息 就很像 其實有一天 我們如果找一個 國畫家 我們來畫這個 這個空間的話 他也很自然會把這個 當成我們的重心 會讓我們去 矚目 這個文字裡面 他所要傳達給我們的訊息 當然其實 你會發現我們 中文字也有很多 其實還有很多可以談的 比如說 我會發現 我剛剛有講過就是說 這四行字 本身 基本上是 以那種 楷書跟行書 混混的 教典的 那當然這個是 這個是 夾古文就不說了 但是其實 我們還會發現這個 這個是比較屬於 地書 再加 一點行書 它其實有一個特色 就是 如果這邊 這個算比較行函的話 這個是比較屬於地書 那 栗書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你要注意到這一塊 你為什麼覺得 都會離場開心啊 栗書有個特色就是 它是蟬頭燕尾 蟬就是那個 春蟬到始始方近的那個蟬 然後燕尾就是那個 大燕飛過的 就是說 它的 它的頭會開得比較圓 然後最後 最後這個束畫呢 它會飛揚起來 比起那個 楷書 楷書它很強調 是中間的那個軸線 可是 栗書它很強調 橫的這個軸線 為什麼呢 因為 開始在 寫小傳 或是甲骨文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到 一件事情 就是說 一個字寫起來 太麻煩 太累了 所以後代的 漢代它會有一個書記觀 它會有 紀錄要比較快 所以呢 它就會怎麼樣呢 它就會把字簡化 但是做簡化的過程當中 它特別強調狠畫的過程 為什麼呢 因為 漢代的時候 紙還沒有被發明出來 就是還比較後面才發明出來 所以它大部分都寫在什麼 竹筋上 因為你寫在石頭上保存 太累了 所以寫在竹筋上 那各位同學應該就會 會老師朋友們 就會看那個 動物 就是那個植物的那個纖維有沒有 把它去開來 或是竹子 你會發現 它的那個纖維是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你在寫字的時候 你寫直畫的時候很順 可是你寫橫畫的時候 就會怎麼樣 比較費力 比較費力就會怎麼樣 比較大力 所以就會特別去強調橫畫的過程 可是慢慢就會開始投入 我們 就是漢代的人 對這世界的觀察 怎麼說呢 因為他們會注意到 像我們現在 比如說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現代化的社會 在城市當中 你走路常常會 視線都會被打到 被建築物打到 對不對 可是漢代它 還是一個比較 你不能說原詩跟大自然 比較緊密的那個 那個 那個時代 所以整個地平線都是太過 所以我們寫一個字的時候 就希望把那個地平線呢 就寫到你那個文字裡面 所以 你看到漢曆的時候 有時候 會有一種比較平緩的感覺 比較平緩的感覺 變成我們漢代人的一種神秘觀 所以你多看漢曆 或是大家現在方便 你就查一下漢曆 或是曆蘇 你會發現它的狠話非常的強 可是文字這種東西 也不只是在傳達表印 它後來會影響我們的建築空間 所以 各位朋友們 你就會發現到一件事 我們中國式的一個建築 有什麼最大的特色 如果你常常去廟的話 它的 它的屋樑有沒有 它外面的屋簷會怎麼樣 會翹起來 那這個翹起來就是 燕尾的這個概念 所以 我們變成說 我們把 我們把地平線的這個 這個隱喻呢 放到文字裡面 但是又把文字的隱喻呢 就放到我們的建築裡 所以說到底 文字這件事情 或者說 它所要表達的事情 其實也會回到我們的生活 整個就是非常全整在一起 所以最後我想要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我們今天在 在這個孔學要組這個實科上 它幾乎下這個 它選科下這個 學而篇裡面的文字 告訴我們人 人的善 那可是呢 它選用書法的方式 又跟我們用一種美的方式表達 最後它統整起來 就是傳達一個真 就是從 由善而美而真 那我常常就是 走走 我經常也會走到這邊來 我會看到這個石頭 但是我會跟那個 我們對面這棟大樓 化工科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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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化工級材料大樓 它上面不是有一個 我們學校的定位嗎 就非常強調說 我們學校是什麼 這個 農業生技 國際一流 綠色工程 但是也有強調 人文與科學的這個素材 我常常就覺得說 這一片文字呢 跟這個史格 其實它有一種 相應程序的感覺 或許 某種程度上 也隱喻了我們這個學校 希望建立的 一個知識分子的 一個精神人格 這樣子 這是我今天的 快獎 這樣子 那我們 就是謝謝大家 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 據說 有 有 小禮物 五個 然後 或許 我們大家可以來 互動一下 這樣 你們來 問我一些問題 或說 我互動 然後 就有這個 小禮物這樣子 有沒有大家要互動一下的啊 好 蛤 蛤 我想應該 我猜機會應該不大 因為 為什麼 因為校警司在那邊 你這樣做的話 就 我那時候 要談這個話題的時候 我特別去請問了一下 那個陳慶松老師 就說 我覺得我也很好奇啊 因為 你如果 跑去行政大樓 看那幾行字沒有那麼大 有沒有 他怎麼用放大的報紙 他說 是 那時候是弄了很大很大的紙 然後他先貼上去 然後那個 工人 他就這樣子去 慢慢的找 如果你很想要 那我的用意是說 二部保護紙 不是 那你覺得這個 風吹日曬 多少會慢慢的 壞掉 可是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的本文其實 不是這個 他的本文在裡面 在裡面 其實像我早上就是特別去看他在不在 就把他拍下來 其實也是一種翻踏的方式 翻踏的方式 因為古代的人其實很有趣 因為古代不像現在有那個復印 就是那個影印機啊 或是照相機 古代的人都用踏杯的方式 可是古代的人也有一點 我們對美有時候會有一種直取 你知道嗎 他踏到這個杯的時候 他就想說 我要保留這一行直的美 比如說是什麼顏真卿的杯有沒有 所以有些人就會去故意去破壞那個杯 讓我現在保存的這個文字 最後是 所以其實踏杯這件事情 我覺得 我覺得不知道 我覺得到現在科技的這個狀況好像 或或許 我不知道耶 這個技術有一點需要辨證 因為你墨弄上去 其實也是對他的一種破壞 OK 謝謝你 他是時候有一個消息 就是這樣 有沒有 我們要 互動一下的 不然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等一下這個結束之後啊 其實你也可以 繞過去 這個大石頭也繞過去後面 你會發現 他其實有多少會去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石頭的簡單的 很簡單的來歷 然後另外還有 還有一行英文 就是那時候請那個外文席的老師 就是寫 啊我還有帶一份資料 忘了秀出來 就是 後來陳青中老師啊 他就有那個什麼 他又把這件事情呢 就記下來 用書法的方式 記下來 那裡面有這些文字 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一看這樣子 那這裡可以欣賞一下 就是陳青中老師的書法 這樣子 OK 然後 大家好像都 有點 害羞這樣子 那如果 那可是還剩四個禮物怎麼辦呢 難道用猜拳 來把它分完嗎 這樣 有沒有 沒有 那我剛才去 去圖書館 抄了這個 就是 嗯 他上面有寫說 嗯 對 然後 他就是 說了一些 這些 對對對 這邊 對就是 哇我來聽的也是很認真耶 你看 來聽之前還要先 做這麼多的功課這樣子 哇 佩服 因為其實 孔子的話 其實我像我自己平常也 我自己也很喜歡 為什麼 因為 我覺得 嗯 我覺得 就是 儒家跟道家他都各有他的 特色這樣子 我覺得 呃 或許我們常常都被那種 我們現在的教育體制 把儒家都弄得太嚴肅 可是如果你想要回到一個比較 真正儒家的那種 和善的那種關係 我覺得去讀倫語很好 因為他是孔子 因為大家都知道 倫語他是一個語物體 就是 就是有一個他的學生 或是在傳遞子 去把他們平常的 呃 活動的狀況記下來 其實他非常的 口語啊 啊 晚上就是有空的時候 讀一讀 因為我們現實 生活當中 其實有時候都很矛盾耶 因為 我想分享一個一個事情 就是 我 我有一次回家的時候 啊 因為我媽現在跟我一起住 他就 他就打開電視 那電視裡面就放那種佛金 你知道嗎 就是 台灣的 電視台 最後面那幾台 那我平常看到那個 都趕快這樣把它逼過有沒有 那我就跟我媽媽講說 欸媽我終於知道 是誰在看這種節目這樣子 啊 可是裡面都傳達的是什麼 因為你仔細聽 其實裡面講的很多 其實都是 不加的道理 可是我們常常都是 有點矛盾 就是在學校的時候 老師跟你講 文語的時候 我就覺得啊 那是古文啊 然後我都不喜歡這樣子 可是長大之後 奇怪 你就會去找 佛教電台 或是哪一個大師 其他跟你講的話 其實也通通都是 文語 所以說到底要那麼複雜 還不如就 打開 文語 因為它 物體質 非常簡單這樣子 OK 還有沒有 那 如果 沒有的話 那我們今天的 洞間 就在這邊結束了 OK 那就謝謝大家 謝謝 那我就拆囉